今天啊,我想带着大家画的就是有着中国第一水箱之域的周庄镇水箱。 周庄镇水箱呢,它位于中国江苏省的苏州市, 距今啊,已经有9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, 但是呢,它的风貌啊,还保持着它原有的样子, 现在呢,还有60%以上的民居建筑,都还是从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。 江南水箱的建筑啊,它有一大特色, 就是它的墙面呢,都是用白瓦青灰堆砌而成的, 所以整个古镇的颜色基调都是黑白灰色为主。 那么,这样宁静又简洁的画面, 我们一般用钢笔来诠释,就最合适不过了。 今天,我从网上找到了一张独具着水箱古镇特色建筑和石拱桥的照片, 它又不是那么的复杂, 我们就参考着它来画, 最后成品就是长这个样子。 那我们一起看看它是怎么完成的吧。 首先呢,我们观察一下这张图片, 它有一个水面的倒影, 然后倒影呢,就是跟它本身建筑是相反的方向。 那我们首先就是要找到这个倒影和实际建筑之间交汇的地方, 勾一条线,标志一下。 因为咱们这张照片角度不是正面冲着这些建筑裙的, 所以有一个透视。 透视呢,就是我们这个水面由中间这条线渐渐向远处的时候, 向上有一个小的倾斜, 我们把这个倾斜的这一条水面也这样勾画出来。 左侧呢,也是一样的, 我们给它向左上这样延展。 接下来,左边有一个小的拱桥, 我们给它大概标注一下这个拱桥的位置, 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位置, 给它画一条小竖线。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拱桥, 它的高度。 这个高度呢, 大概在中间我们画的这一条交界线以上, 差不多一半的位置。 我们找到了这个拱桥, 它水面上的这个位置, 也给它按照画面上这样给它标记出来。 现在我们给它画出拱的形状。 上面也是一样的, 弧度呢稍稍小一些。